校园不安全 校园不安全 家长不安心 家长不安心 就在校园内发生国三生命案 家长心中满满疑问 未来该怎么放心 让孩子到学校念书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老师已经在求救了 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课连 赶快家长他们吧 我们少官所这个政策 绝对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如果少官所所出来的学生 直接进入校园 就好像一个未爆弹 上午全国家长会长联盟 集结圈台北中南的家长 来到这一步前递交抗议书 也为三名的国三生默哀 指控校园安全网出现了破洞 呼吁修法不破网 少年裁定收容在出来的部分 全部都放回原来的学校 跟这些学生都在一起 那他们确定 他能够再重新回到校园去生活吗 不仅是少年收容问题 还指出教室法修法 矫枉过阵 指控老师根本无权管教 教育部虽然说得要维护学生的人权 但不检查书包又要怎么能够发现 攜带微镜品 家长的意见 其实教育部也都有听见 有成立一个跨私属的专案小组会议 那我们在当时也立即对于校园的安全 如何精进 有做了很多的检讨 村长连指出想要避免校园安全事件再发生 不是单靠一个单位就能够解决 得要靠教育部和法务部一起检讨 现行保护管束的规定 才能让学生有真正安全的面数环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